欧洲各界人士积极评价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一号以视频方式 同欧盟领导人举行的会见 欧洲多位专家指出 非常赞同习主席提出的 中欧要做维护世界和平的两大力量 以中欧关系的稳定性 应对国际形势的不确定性 习近平主席在会见中强调 中欧要做维护世界和平的两大力量 要带头维护 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 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 这一点让我印象深刻 我相信欧中加强协调 共同就一些重要议题开展合作 可以有效避免世界形成对立阵营 能够为世界和平持续注入稳定性 我同意习近平主席在会见中的观点 在欧洲的核心地区发生冲突的时刻 欧中领导人会见有重于实现和平 乌克兰冲突持续只对美国有利 尽快结束冲突 为和平与发展创造条件 才是符合欧洲人民利益的 习近平主席在会见中 多次提及和平与稳定 这需要我们认真倾听和领会 欧洲和中国都拥有古老的文明 有许多共同之处 我们应该积极挖掘双方的共同点 在抗击新冠疫情 应对气候变化等多个领域 加强合作 习主席在会见中说 希望欧洲奉行自主的对华政策 这一点让我印象深刻 中国一直是德国重要的贸易伙伴 双方经贸合作十分密切 两国应该继续深化扩大合作 实现双赢